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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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行 考古队员们发现 这座墓葬顶部的墓砖排列 为数一层平一层互相交替 共三组六层砖 凭着多年考古经验 考古队员们推断 这是一座明代前后式的砖式墓 这个三券三符呢 是我们考古当中的一个术语 它指呢是这个墓葬的墙壁和顶部 一共用六层砖来砌造 三层是这种树立的这种立砖 我们叫券砖 三层呢是这种横的平铺的砖 我们叫浮砖 三券三符就是一层券砖一层浮砖 一共有三组 六道 那么这种契法 在我们以往见到的明代墓葬当中 都是非常高等级的墓葬才有的 由此专家推断 这一座墓的主人 很可能是明代显贵阶层 那么这位显贵的墓主人 到底是什么人呢 考古发掘工作从寻找墓矿开始 墓矿是建造墓室前挖的土坑 虽然已经看到墓葬的一部分 但为了准确定位墓葬的范围 必须确定墓矿的位置 增世墓的气柱过程主要是先挖一个土坑 再在其内气柱砖室 之后再填土 填土的来源主要是之前挖的土坑的土 在填土过程中 会把不同土层的土混合在一起 因而它的土质土色跟生土有区别 我们就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来寻找墓矿 确定墓矿的范围后 按照墓室和墓道的相对方位推算 考古队很快找到了墓道 在清理墓道时 考古队员们竟然发现 有一面砖墙横跟在眼前 砖墙为单层砖砌砌柱 砖体错缝排列 砖墙外侧有一道青砖砌成的凹槽 凹槽之中竟然有一方物质 这个发现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 因为墓质上的文字是墓主人身份最重要的证明 这块墓质有文字 王母张太宫人 由此可以推断 墓主人是王姓某人的母亲张太宫人 所谓宫人是指饰品官的夫人 接受着朝廷的一个封号 如果是他妈妈接受这个封号 那就叫太宫人 也就是说 小型墓葬的主人为张太宫人 他的儿子是一个赐品官员 为他建造了这座墓葬 众人顺着砖墙小心清理 在墓道上发掘出一座小墓 这一座小墓也是砖式墓 但其面积较小 也相对简陋 那么为什么这座小型墓葬 会出现在明代贵族墓葬的墓道之上呢 考古队员们判断 明代贵族墓葬早已建成于此 到了明末清初 一个普通官宦人家 也在此地建墓葬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大墓的存在 碰巧把自己的墓葬 建在明代贵族墓葬的墓道之上 也就是说 两座墓葬挨在一起 纯属巧合 排除了干扰 考古队员继续发掘 就在此时 又出现了另一个意外的发现 原来 在明代贵族墓葬的下方 清理出了一条残存的排水沟 顺着排水沟向前发掘 考古队员们又发现了 另一个墓坑 墓坑内有少量六朝时期的墓砖 所以考古队推测 这是一座六朝墓葬的墓坑 但除了墓砖外 墓坑中早已空空如也 这座六朝时期的墓葬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这个痕迹上来说 虽然破坏的很严重 但是它的规模很大 前后长达十几米 并不小于这座墓 应该是一座六朝时期的贵族墓 两座意料之外的墓葬接连出土 迫使考古队将原计划 八十平方米的发掘面积 逐步扩大到二百平方米 实际发掘面积远超计划 虽然明代贵族墓葬 大部分尚未出土 但在这片二百平方米的土地上 竟接连发掘出三座墓葬 着实让人惊异 让我们还原一下 这三座墓葬的建造过程 一千五百多年前 某六朝贵族选中南京市 宇花台区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修建了六朝砖室墓 九百多年后 明代五显贵家族 再次看中了这片土地 他们修建墓葬的过程中 却无意间将之前的 六朝砖室墓葬打破 两百多年后 明末清出张太工人的墓葬 又意外把墓室 修建在明代显贵墓葬的墓道中 三座墓葬惊人地 重叠在一起 那么这块小小的土地 到底有什么玄妙之处 能吸引着古人 一次又一次地把墓地建造在这里呢 选择的这个藏地 是一个丘陵地区 是一个非常适合建墓的地区 从东吴时候起 南京这个城南的十字港一带 就是一个最适合建造墓葬的区域 从十字港一直到铁心桥 安德门这一片区域当中 已经发现了 从汉代到六朝到宋明 不同时期的数千座墓葬 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地区是 风水很好 很适合建葬的一个区域 三重墓葬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 对那座明代显贵墓葬的主人的身份 更加好奇 他究竟是谁呢 怀着这份好奇 发掘工作持续推进 很快 整座墓葬的结构 清晰展现在考古队员们的眼前 墓葬为凸字形数学砖式墓 由墓坑 墓道和砖式构成 墓道呈台阶式 残长9.2米 砖式由封门墙 前式 过道门 后式等部分组成 是前后双式墓 前式呢 是一个横的长方形 后式呢 是一个重的长方形 所以这个墓葬的平面 整体上像一个钉子一样 钉子形 前式平面呈长方形 南北宽3.1米 东西长4.5米 高4.2米 砖墙以青砖措缝顺气 并以白灰粘合 但遗憾的是 这座明代贵族墓葬的前式顶部 有一圆形洞口 从洞壁上工具痕迹的弧度和大小判断 它应该是一个倒洞 倒洞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们非常失望 因为这意味着很多珍贵文物 将不复存在于这一座墓葬之中 虽然这个墓葬已遭盗取 但考古队员们还是在清理击土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面鸾缝纹铜镜 这令大家惊喜不已 铜镜背后为银定型镜钮 两侧有浮雕鸾缝起舞图案 镜钮上下各有排挤 上游传书名文 鸿武七年八月日照 下游凯书名文 春字一号 鸿武七年八月日照 标示了铜镜的制作日期 但春字一号的标示又是什么意思呢 刚开始我们发现这边铜镜的时候 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公主的一个使用的铜镜 它是皇家的一个器物 它是一个公主的这个本身就具有很多的价值 所以我们了解了公主当年的实际使用的物品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这个铜镜跟另外一个地方发现 比如山东鲁花王王妃墓里面出土的 几乎形至一样的这个双凤镜 来进行比对的话 就会有更多更有趣的认识 原来山东邹城市九龙山南路 曾发掘出朱元璋第十子 名鲁花王朱潭之墓 与其相邻的歌飞墓中 也出土过一件鸿武时期的鸾凤铜镜 那面铜镜与这座明代贵族墓主人的这面铜镜极为相似 同样刻有鸿武七年八月日造的名文 与春字一号相对应的 是每字二十六号六个字 两面铜镜都是鸿武七年八月日造 考古队员们推断 这两面铜镜应该都是明代皇室的官方定制用品 专门赏赐给皇家女子使用的 因此墓葬的主人很有可能也是明代皇家女子 明代在对于宫廷当中的这个公主啊 飞瓶的这些女眷使用的物品 应该是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的 也是有一整套保障体系的 而且在这个制度当中还有很详细的规定 保证了不同身份的这个宫廷这个女眷 拥有相对应的这个器物 作为王妃或者是其他同等级的宫宗的飞瓶 他们所使用的铜镜 虽然同样可以使用双凤镜 但是他们使用的编号是每字 每字它的含义在宫廷当中很可能代表美人 如果美字代表美人 那么春字代表什么呢 这个春字我们推测 很可能是公主系列才拥有的铜镜的编号 难道这座墓葬是一座明代公主墓葬吗 当然到目前为止 这还仅仅是推测 最后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很快考古队员在墓葬的前世 又发现了一块残存的人骨 这块人骨是否来自墓葬主人呢 但通常墓葬的前世相当于我们这个房屋的客厅 一般会放置长明灯或是陶缸 有时也会放置一些祭祀的用品 后室才是放置观国的地方 如果发现人骨也应该是在后世发现 为什么在前世会发现人骨呢 那么之所以在前世当中发现这个墓主人的头盖骨 我们分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种可能是这个盗墓贼当时盗墓的时候 扰动了这个墓主人的骨骼 把他带到了前世 另外一种原因呢 是因为南京的这个地下室位比较高 可能墓室当中经过水 导致这个骨骼呢 漂移到了前世 很快 前世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们发掘到了分隔前世与后世的过道门 过道门后便是整座墓葬的后世 后世平面为长方形 南北长5.5米 东西宽4.6米 高4.6米 是物葬中最大的空间 也是用来安放棺果的主密室 但由于历代盗墓随的光灵 后世已空空荡荡 只有一个长方形的石质底座 这是用来安放棺果的棺床 棺床四周 用条石砌成须弥座 底座四角均雕刻卷云纹 但棺床上面却空空如也 棺木 尸骸全都不知所终 棺木和尸骸都去哪里了呢 难道也被盗墓贼盗走了 在南京的这个牧场当中 能够保存骨质的情况并不多见 之所以骨骼难以在南京的牧场保存 是因为南京的这个土壤是酸性土壤 而且地下水位比较高 那么对 在牧藏当中的这个 对骨骼的腐蚀程度比较厉害 也就是说 由于酸性土壤的腐蚀性较大 这一座牧藏的棺木和尸骨 都被腐蚀分化掉了 考古队员们发现 在牧藏后室的左臂 右臂 后臂 各有一个拱形壁龛 和棺床上一样 三个壁龛里同样是空无一物 虽然在前室发现的盗洞 已经让考古队员们有了心理准备 可面对空空荡荡的地堪 考古队员的心中依然有些失落 因为被盗了以后 这个牧藏里面几乎没有出土 这个珍贵的这个公族的随藏品 数量比较少 很少很少 只有一枚这个铜镜呢 能够还有一方木质呢 反映了这个牧族的身份 但是其他的随藏品就很少了 这个所以说这个被盗决 是我们导致很多历史文化信息丧失 虽然绝大部分陪葬品早已不知所诛 但对于牧主人的身份 考古队员们还是非常好奇 终于他们找到了墓葬的墓志 它的这个墓志的放置位置 跟大多数明代这种高等级贵族墓的做法是一致的 它们放在门口 是嵌在分门墙当中的 所以呢我们在打开分门墙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么一方 其实不叫一方 应该是一盒墓志 它是两块相对用铁条加固的这么固定的组合 一个叫质盖 一个叫质文 那么我们打开了这个质盖和质文之后 那么质盖上面写的林安公主矿志 然后质文也非常清晰 记载了这个林安公主的生平的情况 据墓志记载 公主慧静静 太祖高皇帝长女 生于庚子十月初七日 洪武九年 册封为林安公主 下驾驸马都尉李奇 永乐十九年七月初二日轰 享年六十有二 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 奉赤葬安德门外南山之园 也就是说 墓主人是林安公主 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女 公元一三七六年 册封为林安公主 下驾都尉李奇 公元一四二一年去世 享年六十二岁 葬于南京安德门外 虽然很多陪葬品被盗 历史信息损失比较大 但是对于我们进行历史 和考古研究来说 保留这么一方墓志 能够清楚地知道 墓主人是谁 应该是我们不幸之中的 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 那么这个林安公主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名史记载 林安公主 洪武九年下驾李奇 韩国公擅长子也 公元一三七六年 林安公主下驾李奇 李奇是明代开古元勋 李善长的长子 李善长曾随朱元璋征战 出生入死 李奇作为功臣之子 托受朱元璋的重用 因此将林安公主 嫁给了他 利用婚姻手段 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是朱元璋当时采用的一种 非常重要的政治手段 下驾公主 以功臣之子和高级武官 这层婚姻关系 这个对明初的政权巩固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考古队员们 在筛查林安公主 户室内的泥土时 还发现金鸣壁 金氏剑 流利构剑 玉串珠等十余剑遗物 镂空的金氏剑 样式繁复 做工精美 即便历经时间的打磨 却依然细致夺目 考古队员们推测 这可能是林安公主 衣冠上的装饰 透过这些残存下来的装饰 我们依稀可以想象 林安公主的贵族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墓葬内同样还出土了一些金质铭币 成不规则的铜钱状 是由金片压制而成 薄如纸片的金铭币 在清理干净尘土后 重新焕发出华贵的光泽 林安公主墓呢 这个结与了一些金色的金铭币 是金质的铭币 它们是特制的一种 像钱币一样的物品 看起来像金铭币 那么根据我们以往的考古经验 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墓主人身前覆盖的一床井背上面的装饰品 是缝在背负上面的 墓葬中的金铭币体现出林安公主生活奢华富庶 据明史记载 以封赐庄田一区 岁征租一千五百弹 超二千罐 明代公主授封之后 朝廷会赐予庄田一所 每年的岁路是一千五百弹 外加两千罐的超 而鸿武年间大部分开国元勋的岁路 也不过是一千五百弹 这是墓葬中出土的一个流利构建 灰绿色的流利残片上映着卷云纹理 虽然已经破碎 却依然能够显示出当初的生意盎然 那么能用绿色的流利的 在过去叫青色 青色代表东边的 过去太子就是东宫东宫 因为他住在东边 所以他用了流利瓦的建筑上 用流利瓦的青色的 我们现在叫绿色 那么这种绿有的流利瓦 那么根据这个文献的这种记载 能用这种流利的 一般是跟公主 还有这个亲王有关系 绿色的流利构建 是临安公主皇族身份的象征 但这些流利残片来自哪里 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所以在这个墓地前面的这个散落的流利构建 应该是当年这个墓前面的响电建筑上的 这个所用的建筑材料 这个墓葬的前方当时是由响电 或者祭堂之类的建筑 然而在墓葬的前方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找到响电存在过的痕迹 这又是为什么呢 当初这个墓前方是由建筑存在的 但是我们对这个区域经营了一个布方发掘 没有找到完整的建筑机制 所以这个建筑机制可能早年就被破坏掉了 但是这个流利的出土说明在当时这个前面是有建筑的 灵安公主墓的响电 如今已经随着岁月变迁而埋没在尘土之处 而响电仅存的几块流利瓦当 随着地势转换意外落入灵安公主的墓葬内 告诉我们响电与墓葬曾经的宏大与壮丽 在考古发掘中 有一个问题一直营绕在考古人员的心头 灵安公主墓内只有一座棺床 却不见驸马里奇的棺床 中国古代的夫妻 有生儿童心死意同学的说法 普通的夫妻双双去世后 往往会被后背合葬一处 为什么灵安公主却没有与驸马合葬呢 一个是公主一个身份特别高贵的 夫妻跟皇家的这个身份来看 那毕竟还是第一等的 所以为了体现这个公主的高贵身份 我们看这个叫夫妻娶公主叫上主 公主交给夫妻叫下架 那么在这个一上一下的这种文字的表述里头 就看到这种身份等级的差距 这个应该是理智上的要求 原来明代等级制度不允许驸马里奇 与灵安公主合葬在一处 于是考古队继续在灵安公主墓的周边探寻 却依然没有找到李奇的墓葬 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查阅史料后 考古队员们终于得到了答案 原来 洪武二十三年 朱元璋重新翻出洪武十三年 胡为雍案 认为李善长为首的一批官员 是胡为雍案的漏网之鱼 将李善长一家七八十人全部处死 但是这个李奇的最后的结局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明史公主传里 说李奇在这个案子 以前就已经过世了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明史李善长传里面讲 李奇在案发的时候仍然活着 所以他和公主两个人 被朱元璋发配到 今天的江浦那一代居住 受到冷遇 李奇因为父亲获罪而受到牵连 所以他的墓 因并没有紧邻临安公主墓而建 考古队员还发现 临安公主墓葬的内部结构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在前世与后世之间 有一个过道门 门下有十门槛 两端设有门旧 专家推测 过道当年应该有两扇对开的木门 只不过后来腐烂消失了 门轴安装在两个门旧的位置 门向内开 门背后有木制门栓 这样的设计令人废弃 因为修墓的人把墓门关上后 死人是不可能从里面 把门栓插上的 难道说 在墓门彻底关闭的时候 墓室中还有活人 但专家们却认为 墓葬内应该没有活人的存在 那这个门怎么封起来呢 我们叫自来石 就在这个墓室的上 横梁上面 钻个孔 有一块石块 上面一个像个梯子形的 这么一个形状的 就把门慢慢关起来的时候 这个石块就自动 掉到横梁上面一个桶里头 这样子 掉下来之后呢 这个门关上了之后 它同时把后边封住了 这样子就从外边 从这个前石里边 摘放门推开 那就推不动了 这个叫自来石 这个在明代的 这个大型的 这个贵族墓葬园 都有这个设施 林安公主墓的出土 让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联想到另一个明代贵族的墓葬 2017年9月5日 这位明代贵族的墓葬 在南京牛手山被发现 这座明代墓葬 在规格和形制上 和林安公主墓非常接近 第一它都是前后四的墓葬 就是有两个前四跟后四 中间的过道 都是有石门的 那么顶部来看 它是有三串三幅 顶部结构是一块立砖 再贴成平砖 这样一共三组 所以顶的厚度 一般在80公分以上 但这座墓葬也同样遭受了 被盗墓者洗劫一空的命运 那么2017年出土的 这座明代显贵墓葬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它和林安公主墓的形制 如此相似 这位明代贵族与林安公主 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